咱们刚刚大家在去用这个网络条的助手的时候呢 咱们说一下问题啊 这个网络条的助手呢 稍微要注意点是什么 写IP的时候 你不是想要发个东西给你同桌吗 你同桌不是发个东西的给你吗 你这个地方这个IP啊 必须得写192 168的33那几的 你写别的就不对 什么其他那些乱七八糟都不对 听懂了吗 那为什么我同桌的这个IP就是那个还不对呢 因为最挑 最挑了 你如果你运行起来之后 你这个地方都不是192 168 33的几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是你的电脑里边有好几个IP 因为我的电脑只有一个IP 所以说这个地方百分之百就显示 我这个192 168的33的IP 但是咱们大家的IP呢有好几个 那有人说东哥我有好几个网卡吗 是有好几个网卡 你怎么验证呢 其实本来你把WiFi禁掉之后 其实只有一个 因为WiFi本来就没脸嘛 但你插了网线就有一个IP 但是为什么好几个呢 因为你的Windows里边安装了WiMware 我告诉你怎么做 你又接小电脑 找到什么网络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修改或者是设置 点开之后 我刚刚不是告诉过你 在这附近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更改适配器设置 还是更改什么什么东西吧 有那个选项吗 如果有的话就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你在这个地方 我那会说过 是不是会看到很多个网卡呀 你看看 是不是有两个 以WiM什么什么什么开除了 找到了吧 如果要是找到了 就因为他们是虚拟的网卡 导致了你的这个软件运起来之后 它默认不是显示一个IP吗 你有好几个IP默认显示的内向 怎么动呢 就听 先把这个软件关了 点插上去关了 然后你右机以VM开除了 千万别把那个以太网关了 以太网关了 你的电脑真的网卡就关了 你右机什么VM开除那两个 然后不是有个禁用或者是停用吗 你把那两个都停了 然后接下来 你再回到你刚刚的那个地方去 你双机再运行 此时这个地方就只有一个IP了 能力了吧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通信了